大家好 我是Cynthia 今天我要挑戰全廣東話的影片 看一下我現在多流利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今天這支影片為什麼會在公司 是因為我想要記錄一下 對對對 我還沒下班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幾天我們在公司非常忙碌的生活 我們即將在下個禮拜五到星期天 就是8月26號到28號 會有一個pause and play 創作者夏日記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我們去年在暑假的時候 其實也有辦過一個pause and play 的創作者活動 可是那個就單純是我們自己 約出來一起玩啊什麼的 但是這一次呢 我們就是那個level 又往新勒 是吧 叫新勒是不是 我們這次總共會有19組的創作者 還有illustrator 還有一些local friend 會一起就是大家互相做不同的crossover 另外我們還有安排一些舞台的表演 總共三天會有9場演出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啊 首先第一站我們來到了設計部 大家好 我叫Charlotte 大家好 我也叫Charlotte 而且他們今天沒有講號 長得一模一樣 那這是基本上所有的你們看到的 視覺設計啦 就是everything 任何一切的design 其實基本上都是他們兩個做出來的 拍照 拍照 我們負責做市集的KV啦 社交媒體啦 如果你在大會看到的可能那些signage 那些story 還有我們是小片 我們最後就是景 紀念品啦 紀念品啦 我不能說的 一會兒看上去的時候 OK filter 喔 這是什麼 影片 好 下一站 拜拜 現在來到我們的Operation Team 人流控管啊 動線安排 然後哪個攤檔在哪裡 Ticketing Ticketing啊 這些全部都是Operation Team要做的 然後真的是不做還好 一做才發現這事情有多麼的多 你看是不是要掉淚了 是不是要掉淚了 我昨天在哭 我忘記了 這個是Hannah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Operation的Intern 叫Jeremy 那我們現在在做那個 夏日季的流程大 因為我們還要跟 八字一四集 那邊是 那個 那個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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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天開賣了Early Bird的票 然後今天是開賣了 Performance Pass的票 今天早上Performance Pass開賣之後 一度陷入一片混亂 我們現在距離我們 Performance Pass 開賣還有40秒 8 7 6 5 4 3 2 1 4 2 3 1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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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好好好,okokok 我們就來咖雞皮了 我們現在呢,這邊在處理Performance Pass 後面在看Blackpink 好,接下來就到我們的舞台總監 這個是我們負責舞台的Clilly 我們這次三天裡面總共會有九組的表演嘉賓 聯繫啦,然後跟他們談什麼時候要來演出啦 要唱什麼歌 然後還有包含到時候現場的一些動線安排跟接待嘉賓 我們有本地的Busker 然後我們有Creator 還有我們都有一些現在開始出道的歌手 所以我覺得是很多元化啦 你真的暫時有沒有找到什麼玩意 MJ 點美的設定畫 沒有位置是怎樣 好,今天是星期二 然後是我們Seeds Up的倒數 應該是第三天 然後最近呢 欸,Holly Hello 最近有很多不同的東西都到了 所以開箱給大家看 首先是這個Tip Z 那這個就是到時候可能有一些Performer啊 或者是Creator應該會貼吧 然後可以擬在這邊做辨識 因為我們到時候入場會需要有手袋 或者是那個擋主陣嘛 然後這個是第三個辨識的方法 然後再來這個是我旁邊這位朋友 他自己私心想要印的 就是我們有 有點醜的一隻魚 這是我們這隻Seeds Up的吉祥物 如果發現好怪 我們會繼續圓融下去的 大家 一開始他是這一隻魚來的 後來我們決定要做那個Toe Bag 所以他就設計一個新的Design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隻魚 然後拿下來 然後在辦公室傳了一圈 就每個人加個一筆 然後加個一個Element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再由我們的Intern Chalet 去把它弄成一個新的Design 它其實是一隻甘蕾 對 甘蕾 然後再來呢下一個 就是我們這次的Seeds Up的T-Shirt 這個是非賣品 這個是純粹我們自己Crew的衣服 前面呢就是我們的Pause and Play 然後背面 好可愛 對後面真的很可愛 後面有一個Crew之外 這邊有一隻小貓咪黏在旁邊 他就是有一點若影若現 但是他在那裡 他永遠都在那裡 其實M已經很大了 我還買L號 你是SL嗎 我很選L號 這個已經M號了 你要Oversize 蛤 對不對 我選到L喔 可惡這個M喔 這是什麼Size 你在胡理 媽媽我開冰了 這件我選了L號 大家知道的 我喜歡穿鬆的衣服 所以這件之後應該也會順利的 進入到我的睡衣很綠 剛剛漏掉了 昨天還有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 口罩 大家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這次 他們會Event做的 Pause and Play的口罩 真的可以說是千辛萬苦 最後一顆才敢出來的東西 我們這次的BOOF 這次的主題 就是用SIMFIA來做主題 拉開一點是不是很像 哇 哇! 我們現在要去拍照一下 拍點產品照 Cinphia你可以幫我們 解釋一下我們的 idea嗎?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巧思 除了腿毛之外呢 大家不是喜歡拿什麼呢? 拿Chanel的或是Cucci的袋嗎? 就是Pause and Play嗎?或是Press Play嗎? 所以就兩個P這樣交纏 所以大家拿到這個就很像 就是一個 Gold Cup的袋 然後你們還可以拿這個 然後去給你喜歡的可以一個簽名 然後就變成很有紀念價值 是不是?對 來我們來試一下它的容量如何 畢竟我們每個包包的實測都是 需要 要專業一點 我們可以裝進 12寸的MacBook Air No Problem 我們可以裝進什麼?計算機 水壺 不然出門會帶這個 不 因為我們想有多一點點野玩 我們預備了一個小小的遊戲 就是叫做一番賞 Oh my god 給一個小小的家庭 嘗試去挑戰一個大大的禮物 我們就拿了這個作為我們的中心思想 我們大大的禮物有些什麼? 我好像有些小小的遊戲 我都覺得 Cinby 我要出眼廢 我能賣一點 我們總共有五個不同的獎 但是呢 我們這個小獎並不麻糊的好不好 我們還是有認真的在設計 我們有所有人一起去設計 經過無數萬的通宵 無數萬的設計 我覺得有點過了 有一點過了 有一點過了 現在正在製作一個表單 Just in case 我們週五 週六 週日 台風 打風的話 要怎麼安排呢 欸 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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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我們剛剛才完成了 挺漂亮的 我也想買一部相機 我們剛剛完成了這個社交媒體的通知 然後我們現在再找來 Polling一個我想說什麼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 Post and Play的IG 希望Civia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不要打我們 她是不是沒有拿走SD卡 應該沒有 我們會不會拿走SD卡 不會啊 如果錄不到吧 她會說沒有SD卡 對 拜拜 今天是D-2 好 趁大家現在都在工作 我到旁邊來 爬屏 希望大家不要聽到我這樣話 然後跟大家很快的聊一聊 為什麼我當初想要辦這個event 然後這個event中間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其實整個事情要回到大概今年 其實從去年就開始 我們想要辦一些比較大型的 跟創作者相關的活動 但是一直就碰到疫情反反覆覆啊 然後就啊反正就是很多的因素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成功 然後直到今年大概2月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說好 我們來寫個proposal 就是我們大概整個idea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預算是怎麼樣 然後把它寫給老闆 總之呢我們這個提案就是過了 但老實說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真的是覺得這個活動是辦不成的 原因是我發現辦一個活動要 就是前前後後要注意的事情啦 就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尤其像我們這種沒有經驗的人來說 就是你邊工作邊處理 辦一個活動 其實基本上真的是天方夜態 我必須說 這個應該算是當初遇到的第一個 最大的困難 就是發現自己能力 就是想做 但是就有點有心無力的感覺 後來我們就陸陸續續的增加了 可能Charlotte啦 Hannah跟Chloe 然後在他們也很有意願去push的那個狀況下 整件事情就開始 哇好像真的有點奇色了這樣 一開始我們其實也不一定是要做C-Dub的 我們有考慮過什麼 fashion show啦 talent show啦 運動會 二手拍 這種 但是最後我們定下來的整個idea呢 就是從創作者就是creator作為中心 然後我們去想說有沒有什麼是可以 可以從線上走到線下 然後可以讓整個就是創作者的圈子啊 不同領域的人都可以互相認識 然後可以激盪出一些不同的火花這樣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很cringe 我也覺得很cringe 但最一開始的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老闆這時候就說了一句說 欸那既然有創作者來了 你們要不要弄一個舞台 然後結果我們就 喔好 老闆都發話了是吧 所以我們就弄了一個舞台 然後呢又多了一個舞台表演的環節 再來呢就進入到我們要找不同的creator啦 然後illustrator啦 還有一些local brand來合作 這是我們遇到的第二個困難點 就是要去connect不同的人這件事情 所要花的時間跟溝通成本 就是已經知道會蠻高的 但是比我們想像中還要更高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花了快要兩個月的時間 應該要兩個月吧 對 大概從五月到七月其實都一直還在媒合的階段 那最後呢我們訂下來總共就是有十六組的談檔 這些就包含了youtuber跟一些插畫家 或是本地品牌的連成合作 或是一些創作者的自己的品牌 總之整個idea都還是圍繞著創作者作為出發點 所以我們的event的全名叫做 pause and play 創作者夏日記 停一下 and let's go play 這種感覺 這四個月下來其實真的發現要辦一個活動 或是要去規劃一個這樣子比較大型的活動 真的是比想像中還要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就不是想要那麼簡單 然後也發現辦一個活動 就是你各方面不管是production 或者是營運的成本 真的都蠻高的 所以我們這次也是有找到一個sponsor 就是caseify 他這次等於是冠名贊助了我們的C早 在這邊非常謝謝他 這次的活動真的大部分都是Charlotte Hanna Chloe 跟兩個intern在做主要的規劃跟設計 就如果沒有他們就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所以雖然有點cringe 但是在這邊我必須說他們很棒 請大家如果在活動現場看到他們的話 可以給他們拍拍手 或是抱以一個就是respect的眼神 補充一下我們遇到第三個心酸的點 就是我們前幾天發現說 最近似乎彷彿可能也許 要打風了 所以又有一系列的 就是天氣不好的話 要怎麼處理的應對措施 對但是 那今天這次vlog 可能我也沒有特別想好要怎麼拍 然後可能整個架構上面有一點亂 因為我們最近的生活就真的是很亂 但就還是想要去記錄一下C早之前的這些片段 然後之後回來可能也會有點感觸吧 我也不知道我也還沒剪 我也不知道剪出來好不好看 就是不管是參與的當主啦 來玩的creator啦 或者是來參加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玩的開心就好了 今天晚上整理整理 應該是明天就會 進入場地把東西差不多set好 然後星期五就真實的 揮起啦 大家加油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九點鐘 現在的重點是 八號風球不是九點鐘 今天這邊的所有東西都是這兩位朋友幫我拍的 因為現在是八號風球 對 and it's nine o'clock 然後你們還在辦公室 所以我們就決定 啊 把所有東西解決 你們打中幾點鐘 我也不知道 現在我們記錄一下 衛視集奔波的四個人 我很期待 但我的樣子真的控制不到 但我真的 我的表情也不夠 好期待 已經鬆勤了啦 真的嗎 記得來啊大家 OK Bye Bye